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们传达就说十首 今年情人节准备怎么过呢 是我在家里打游戏呢 还是去电影院 欣赏别人的爱情呢 众多声明可能答案都是第二个 谁让大家都被周深给拿捏住 去看周深的荧幕首秀 去欣赏当周深一个人承包了一部电影所有歌曲的盛况 不得不说 周深这次的操作绝对是震惊了所有人 谁能想到这两个疯子凑到一起办了件大事 而且还是电影OST界的先例呢 那个各位 我监制并编剧的电影 《我们的样子向起来爱情》 不是8月4号七夕节要上映吗 我们有四首原创歌曲 同时就问我说 应该找哪四位歌手唱 然后我想了半天 想了一个非常疯的决定 我打算就找一位歌手 唱完所有的原创歌曲 因为由同一个人唱完 男女主相识分别重逢和实现承诺 是一件非常统一又美好的事情 那歌手不仅是歌手 更像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 好像没有什么电影一整部 敢由一位歌手来演唱吧 但我们就这么做了 而演唱所有歌曲的人呢 是周深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做 这件很不一样的事情 而当我们宣布这件事之后 已经登上了热搜 希望七夕节那天 所有的歌曲都能够被你们听到 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被你们喜欢 老规矩 只要有周深的消息 必然是关于歌曲的 这次也没有例外 周深为电影《我们的样子》 像极了爱情 现唱的片尾曲 追赶成天的人上线了 细腻的情感 空灵的声线 每一句都余味悠长 周深空灵的嗓音 似乎在和每一个追爱追梦的人灵魂共振 一个勇敢追爱追梦的自由灵魂 随着音符缓缓书写 只要是为了你 即便是去流浪 我也愿意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流浪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呀 毕竟周深可是三天两头发新歌的人 请带着浪漫远航成为了过去式 于晴还在排队中 追赶春天的人已经插队出现了 但问题就出在周深发的微博上呢 要知道周深在宣传新歌的时候 都会带上歌曲在剧中出现的位置 如偏头曲 偏尾曲 主题曲等等 但这次的介绍词是第一首OST 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周深承包了电影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中所有的OST 当看到这个消息时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两个疯子的双向奔赴 要知道最近有些影视 因为参与人员的不当操作而延迟上映 后期的处理既耗时又费钱 而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兼致刘童 竟然选择让周深一个人包揽所有的OST 换句话说 如果周深出现任何问题 这部电影中所有的音乐都需要推翻重来 能不能上映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刘童就选择了周深 选择相信当初那个在中国好声音 把他唱哭的小男孩 这难道不是疯子的操作吗 你的愿望是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我会回答的说 我要成为邓丽君王妃 或者是陈一勋他们这样的老师们的歌手 但后面我发现我真的 只要能够留在舞台上唱歌就好了 这点很奢侈 以后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歌手 而对于周深来说 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操作 据他自己介绍说 没有一个人承包电影里所有的人生 并且其中还有一个偏哼唱的人生 周深选择接受这次挑战 因为他相信第一个转他唱歌的大V 相信他俩一定可以成功的 周深这次也是为了感谢童哥 感谢他在周深刚出道时所做的事情 当两个互相真诚的人凑到一起的时候 绝对会干出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来 周深和刘童互相成就了对方 希望他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有神秘开玩笑说 周深提前开演唱会了 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长 那就在电影院约起吧 光是流转在你眼眸 一边遗忘 一边平常 I am breath in the last blue of wind Not yet for the story only last page It's not the end You are my only 我一边平常 在迷途中 点亮 斩张 灯火 穿越茫茫夜色 再也不怕 大海无边 看起来 很浓郁 迷霾 我是你的谁 我是你的谁 在一切浪迷世界 我只看了些 第一件事情是专辑搞起来 专辑做起来 关于为什么直直不发专辑 来听听周深是怎么说的吧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要凑一张专辑 那就是对歌手来说 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专辑对歌手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名片 所以就不停在想 什么样的歌放在一起 会更有意义 或者是更能够 自己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那么发那么多歌 或者参加综艺节目 会影响他的专辑进度吗 就一直就是在 想着怎么把他能够做得更好 都希望自己能发出来 我觉得 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太多 太忙了吗 绝对不是 我觉得再忙的专辑是第一件事 所以一直都在做 有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将要发生 它终会发生 那一个很迷人的世界 会不会改变 请不要改变 都见 心所想 出不及 所一口 平之外 只指尖 若如无尽 目边的幻觉 一言万千 还一口无限 。 我们 tit了 我们 在 感谢观看